把一个不吃鸡爪的人变成爱吃鸡爪的人 全靠这一道菜 不辣不慌的人要对症下药 今日火食 火辣鸡爪 凉水放入鸡爪 放入葱 姜 八角 香叶 倒一些料酒进去 水开了之后煮8-10分钟 这时候我们先把酱汁调一下 洋葱汁 4勺辣椒面 1勺白糖 3勺酱油 1勺蚝油 1勺麻牙糖 1勺蒜泥 少许姜末 搅拌均匀 现在把鸡爪捞出洗净 倒一些啤酒进去 然后把调好的姜汁倒进去 之前我问过大金 你为什么不吃鸡爪 他跟我说因为鸡爪长得太吓人了 可现在呢 要不要来给生活比个夜 收汁差不多 把辣椒葱放进去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感谢老铁 有位铁粉推荐 让我给老板娘做三只焖锅 老板娘的第一反应是 哪三只 你我小小金 今日火食 金金焦的三只焖锅 你的菜不要多了一道哦 虾处理好 再跟开花刀的鸡尺一起腌一下 这是佛跳床剩下的三倍 料酒 两圈生抽 多一些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入味 5毫升两勺为准 半勺盐 两勺辣椒面 揉拌均匀 开始调焖汁 15毫升两勺为准 两勺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两勺甜面酱 一勺白糖 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 嗯 嗯 好下饭的味道 开始炒菜 多少油 炒一下蒜末 再把五颜六色的配菜放进去 把火调到中小火 摆上鸡翅和虾 加一小碗水 盖上盖子 焖20分钟 浇上酱汁 再焖8分钟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可以开金鸡精 三斤焖锅 老婆在那里烫了一天了 又是靠我的大姨妈 我得给她补一补 有了 今日补品 手工鸡汤大米粥 煮完小火 25分钟 倒入芝麻香牛 打好的米放进去 萝卜丁 翻炒上色 好 下一步 这是最漫长的过程 倒一勺嚼 汤没了 再倒一勺 继续嚼 其实吃完这个粥啊 也不一定不疼 但相信我女生们啊 在自己疼 或者是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她要的并不是 让你给她解决疼痛的 她要的很简单 让她知道 你疼她 酱油提送 盐 骨肉 发现正面在卖茶 一小金扔上汉堡就蹦出去了 别人买火茶 小金买茶 我们要实现原料力自由啦 找了一个月 终于让我找到原料绿泰式柠檬茶 15毫升量稍微准 一勺泰式绿茶 200毫升开水焖10分钟 香水柠檬去头去尾 开始手打吧 半个柠檬片 老冰块 使劲锤打 好解压呀 你别遇啊 店员跟我说这是绿绿的呀 明明写着绿茶 我们今天做不了原料绿 我们就做手打炸弹 给你用盖子 200毫升红透透的绿茶 买了都好几个月了终于用盖 这些红不红 黄不黄的 味道一样嘛 是那个味道啊 哈哈哈 你不认识